第七 现今在基督里救恩 基督救恩里的人 应该如何看待律法 这个已经讲过了 不讲了 不重复了 怎样理解 第八 怎样理解人 若完全遵守律法 就必得永生 这是律法的应许吗 你若照着行 就必得活 必得胜 律法应许我们 你要完全顺从律法 上帝 所以律法里面 包含着部分的行为制约 但是问题是 我们已经在堕落的状态里了 实际上 没有人可能 真的完全遵守律法 堕落了以后 我们的本性就败坏了 心智也败坏了 也软弱 也无能 所以实际上 这个应许是没有人 能够真的 有人去成就这个应许 因为这个应许里有条件 顺从 完全顺从 真的获得这个应许 在这个应许里面 唯一历史上 唯一获得应许成就的人 就是基督 颁布律法之后 唯一完全遵守律法 获得称义的 那位就是基督 除此之外 没有亚当的后裔 所有自然生的亚当的后裔 都没有一个满足律法的 靠着自己遵守律法的要求 所以神的应许是实际的 是真实的 但是问题是 人的败坏软弱 没有人能够真的 凭着这个应许去支取 享受那个应许的祝福 所以基督来了 为我们完全遵守律法 偿还了律法的 亏欠律法的代价 他在神的面前获得了 以作为基督 为了作为中宝 为了我们 不是出于他神性位格的自己 就于他自己 他是律法的律法者 他也在律法之上 他不需要遵守律法 他的本性也不可能与律法相悖 他是为了我们作为中宝 替我们代表我们才遵守的 所以他为我们获得了那个义 又将义赐给那些 因着信 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的 他的选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